下一位我们要请出的是我们来自北京的一位姐姐 她的故事我听过之后 我觉得作为医生我真的非常的有感触 她是在央企做高级经济师 真的也是在自己的岗位 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工作30多年 后来因为身体健康的问题 接触到了杰斯的产品 其实我们有很多人可能是因为平台进入了杰斯 可能是因为产品健康的需求进入到了杰斯 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都不会让你失望的 然后这位姐姐呢 就是来自北京的我们的红宝石总裁 我们的安华姐 安华姐 你好 曼妮医生 你好你好 你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 你当初是这个身体健康的问题 接触杰斯是怎么样一回事情 好的好的 谢谢曼妮医生 谢谢团队领导给了我这个机会 大家好 我是安华来自北京 我呢现在来介绍一下我和杰斯的故事 我在建筑里的洋企工作 是个高级经济师 按部就班的上班下班 带娃做饭已经三十多年了 三口指甲 和周围的任何人一样 没有任何的目的 然后忙碌 而有迷茫 就在2004年单位一次例行提点的时候呢 我突然发现了慢性肾炎 这让我特别的恐惧 我有一个特别要好的嫂子 就是慢性肾炎走的 她呢前后不到十年的时间 留下了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这点让我特别恐惧在哪呢 我觉得我得一个别的病还好一点 但是肾炎对我来说就是人亡家破 这点真的让我恐惧得不得了 后来呢 因为2004年我儿子只有七岁 我就想无论如何 我得爸儿子带到18岁 把他抚养成人 我呢接下来的十年的时间 到处求医问药 到处都找最好的医生 到哪里啊 都挂最好的专家号 我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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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的 听医生的话坚持吃药 一天都没有间断过 整整吃了十年 2014年底的时候 我断掉了所有的药 真的是在灰心绝望中断掉的 因为2015年我儿子就要高考了 我想我做到了我的承诺 我做到了我该做的 而且十年的长期吃药 让我的肾啊越来越不好 然后甲状腺也出了问题 胃呢也越来越不好 吃的药是越来越多 我真的不想再吃药了 吃够了 我的儿子高考以后 我就觉得 我剩下的时间能陪他到哪里 我就到哪里了 结果在2016年底 也就是我停药了两年以后 我在一个教育平台上 认识的一个朋友 把杰斯带上带给了我 我没有任何的犹豫 我只想试一试 我默默地吃了一年 在2017年单位 又一次提检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甲状腺和肾的指标 竟然奇迹般的有了好转 这让我特别的开心 真的给了我重新回下去的希望 于是在接下来的两年的时间 我在这里如鸡四颗的学习 很多很多的杰斯家人和领袖 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杰斯里太多优秀的人 他们可以说是我的人生导师 受了大家的影响 我也变得越来越快乐了 身体好了 心情也就越来越好了 我在央企工作30多年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状态 让我在变得越来越积极阳光的时候 确实我的收入真的超过了 我在央企30年的收入 这一点让我特别的感觉不可思议 我真的就是觉得 如果身体好 对身体好拥有就好了 结果没想到拥有了这么一大片市场 感恩我真的在杰斯里 遇到了这么多人 感恩我来到了杰斯 我只想 就是说给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的同时呢 同时也给了我这样一个非常丰厚的回报 我要把这个美好的事情继续传递下去 谢谢曼莉医生 安华 你的分享让我真的觉得有点惭愧 因为真的我们很多医生 就是说给病人去开一个药 然后我们就说那你就吃吧 因为也没有别的好的办法 对吧 然后呢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药可能会有很多的副作用 然后长期使用呢 可能对其他的器官还有很大的损伤 但是呢 其实真的 因为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其实真的对好多的问题 特别是一些慢性的炎症 真的在临床上 真的是真的很束手无策的 就像人家说高血压糖尿病啊 像这些帕金森啊 像这种硬衰老引起的这些疾病啊 我们真的是没有没有办法的 所以真的我觉得 哎呀 我就是学学了这么多 其实你看看 连一个慢性的一个肾炎 真的都都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真的我们需要就是自己 对自己的健康负上责任起来 因为我们要知道 其实医生真的很多时候 没有很好的办法去帮助我们 所以如果我们 当我们等到我们身体出问题的时候 再去找医生的时候 他们能做的已经非常的有限了 最好就是在我们还没有生病的时候 就把这个健康呢 真的是排到第一位 因为在临床上 其实我也看到很多人 因为工作的辛劳啊 或者是自己创业啊 然后在这个一路过程当中呢 把自己的健康给丢掉了 所以呢 其实我知道你 其实最开始是根本就不想来 所谓的经营解释的哈 只是一味的就是想 就是用一试用一下产品而已 我觉得你刚刚那句话就是 你觉得你儿子上高高中了 马上就要上大学 你觉得你是感觉你是可以死了 是吧 你就觉得好像已经就 你的做妈妈的这个目的 基本上已经达到了 这么多年你挨过了 我真的觉得 哎呀真的好心痛的感觉 所以我也我也很很感 感谢解释的这套产品 真的可以带给你 更多的生命的盼望 因为人家说 挨打莫过于心死 当你有一个很严重的病的时候 你没有盼望的时候 其实你的生命里面 是没有没有阳光的 因为我每天 都是跟这样的病人在打交道 所以我虽然你当初的时候 只是适用产品 但是因为受益 你肯定会忍不住需要分享的 对不对 你可能不是说因为这个钱 因为你肯定也是在你的舒适区里面 对吧 在你的这个 就一样起工作这么多年 但是因为产品他好 你不断的去分享 那解释这个平台 他又会给到你 对吧 美金的收入 其实这个真的就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双赢的 就是在你不断的去付出你的爱心 去帮助更多的需要人的时候 其实他又会给你更多的奖励 你拿到这个奖励以后 你又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真的他就是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 不管是因为产品也好 还是平台也好 就是这么 他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这样 一个一个机会给我们 我我知道这一次因为疫情啊 其实我们很多的都停下来了 但是我听说你还不断的在带着你的伙伴学习 因为你好像现在也是在还是在全职工作 对吗 对 对 所以跟我跟我开始也是一样的 就是也是在用我们的业余时间 然后去去帮助更多的人 你还是在带着你的团队学习 然后呢 这个疫情完全都没有影响到你团队的这个业绩啊 你跟我们想一想 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在推动着你 就是你去怎么做 这个力量 为什么还要在这个时候 抽出自己的业余时间 在大家都在停下来的时候 你还在不断的就带领大家学习 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好的 谢谢曼妮医生 我觉得谢谢你啊 刚才你的话 就真的我相信是代表了医生的话 确实对于医生的这种相信 我们是渗入骨子里的 但是杰斯确实是超越了这个层面 我也是在这里逐步的才体验到 然后刚才你的问题呢 就是说 就是这个疫情的发展 让我 我来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个感受 其实在此之前 杰斯对于我来说 就是一个救命的东西 然后我用的真的很认真 在此之前呢 也没有觉得 我一定要把它做成什么样 确实是一直收到来 都是在小大小闹 真的这次疫情 让我觉得呢 它确实是一个网购平台 在此是 确实没有更多的感受 我想就是给我出动最大的一个点呢 就是在2018年底 咱们公司就和这一次的 这个90月份的滚中一样 我拿到了一个奖励活动 然后当时那一个月的 给到我的账上来了是 9万 大概是9万2000人民币左右的一个奖励 刚好年底嘛 单位发兑现 单位发兑现 我那一年 我2018年底 就是说年底的兑现 7万8 就是说我在 在节四里这个一年的收入 这个不是 我在工作一年的收入 一年的兑现 然后在节四里 我一个月拿到了 这点让我特别的出动 我就在想 哇这个事情 同时我很惭愧 因为可能我觉得 从一来的这种价值观 给到我的就是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我觉得只有就是那种 有体力劳动的那种感觉 给到你的才是你的收获 才是你的劳动 然后在节四里 我真的只是说了说 只是动了动嘴 反而就给到我的回报 这么大的时候 我觉得这不行 我这不能不劳二货 我必须得做点什么 要不的话 我会寝食难安 然后从那时候 这点给了我很大出动 然后我就开始 就是伙伴 真的伙伴都很优秀 他就说 阿拉姐不行啊 你得组织活动 然后你得怎么样 你得怎么样 那我们就开始讨论 然后就开始 要怎么做怎么做 就从家庭聚会开始了 一开始了 以后确实就没有停 每周三晚上 因为白天 大家都要上班 我的伙伴几乎都是兼职的 就和我一样 可能这个圈层决定了 那每周三晚上 就会在我家里有机会 这样就开始了 你要说这个动力的话 我也在想 这个 你首先上班 你的时间 可能工作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 现在就跟一个鸡肋一样 虽然他可能没有 给你更多的回报 但是有三十年的情怀在这里 不可能就好像 把他扔了 就要怎么样的 但是呢 杰斯确实 更大的一个心理给到我 就觉得我必须得拿出我所有的 所谓的碎片时间 对于我来讲 就是八小时之外 十六个小时 其实都可以来利用的 那就是有时候上班时间 还可以接些电话的 对吧 就是这样一直在做 那还有呢 就是跑市场 就是真的要跑市场的话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跑 周末的时间 你要是市场 大家都会在外地吗 在外省出去一趟 也是很麻烦的 只能在周边走走 那在网上这个事情 正好就解决了 特别是这次疫情以来 有的连班都不上了 那大家的时间就更 更方便了吗 那联系就是可以说 从早晨六点到晚上十二点 所有的时间在中国来说 我的伙伴当片在中国 那就随时联系 然后你想睡就睡 想吃就吃 那这样的时间 就会更有保障一些 我觉得对我来说 确实是很 好像没有什么障碍的 第三个呢 就我感觉可能 确实是有了一些责任 我可以说开始的时候 并没有那么想要 但是大家都在想要的时候 我觉得确实是有责任 把这个事情来做好 伙伴的都很包容 其实像我这种 确实没有任何经验的 但是大家都会协助着 我一点点来 然后是钻石领导 上手上手领导 也会不遗余力的来帮助 然后每天晚上呢 我们就会 后来开始的时候是白天 疫情刚发生的时候呢 是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 我们在线上去 后来就是慢慢的 疫情越来越 就是给人造成的这种恐惧 没有那么恐惧的时候 我们就拿到了晚上 因为白天大家还是要 正常的工作生活的嘛 那又闹了晚上 所以说就一直没有间断过 就这样的 谢谢医生 分享的太好了 真的就是 我们一直在一个工作里面 就是一个打工子的心态 然后突然就跳到杰斯 把杰斯当成是自己事情的时候 那种发心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就跟我们很多人讲说 杰斯怎么做 其实不是说杰斯怎么做 什么时候做 真的最很重要就是 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 当你找到了自己的发心的时候 你时间管理啊 没有时间 其实你也能挤出时间的 没有人脉啊 你也能去找到人脉的 对不对 你可能很内向啊 你也会变得更加外向一点 因为你的这个why 你的这个为什么 要来做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大过你 所有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 阻碍 或者说障碍 都是可以超越的 所以我觉得安华的 安华姐的这个 她的行动真的就是 就是跟我们说明 其实真的是 只要你愿意来做 这样一件事情 你就可以把它做得很好 而且杰斯也是 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对不对 不但是不会让我们失望 还会带给我们 更多更多的惊喜 不断的惊喜 在这个平台 这种无形的成长 真的真的很棒很棒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谢谢